西班牙每日体育报报道称 C罗对前来英国商谈其未来的经纪人 门德斯称 他已经厌倦了在曼联踢球和外界的批评 以及曼联在体育决策和教练组 等问题上的不稳定而不满 他想要前往一个新的俱乐部 此后 有关门德斯与巴萨结束 想将C罗带给正确一名中锋的哈维之消息 便开始满天飞了 但事实上 这很可能是门德斯又一次在上演 明修正道暗度陈仓的伎俩 就如赛季初 C罗因游文新帅说出他会成为替补 不再是球队核心后 执意离开时的离未见手法一样 借助曼联作为一个托 最后一刻使得曼联仓促间接盘 令C罗回归其成名帝的曼联 因此成了一大转会新闻 也让C罗获得了最大满意度的流量 不过 虽然C罗在曼联的个人数据仍然亮眼 但上赛季英超亚军的曼联 如今却只能排在联赛第七 欧冠资格都有点堪忧了 更别说夺得英超冠军了 这显然难让C罗满意 再加上一些曼联民宿 球迷及媒体的不断指责 C罗想要走人也很可能了 但首先C罗方面放出去巴萨的消息 这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一 黄马与巴萨是绝对的死对头 而真正成名于黄马的超级巨星C罗 如果要去巴萨 那就跟梅西要去黄马一样 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其所承受的舆论压力 可以说会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 巴萨现在真的没钱了 哪怕只要一些象征性的转汇费 但C罗目前在英超的第一高薪 这也是巴萨根本负担不起 第巴萨如果能承受的话 也不可能放梅西自由身走人了 现在巴萨正在运作托雷斯 莫拉塔等人 才是合适和可能的做法 而C罗来巴萨 只不过是门德斯的运作噱头和手段而已 其次 之所以拿出最不靠谱的C罗去巴萨来说是 显然 如今的巴萨就如此前的曼城一样 不过是门德斯借助的一个托而已 其真正的目的 更像是最翁之翼不在巴萨 而是直指黄马才对 第三 C罗在职业生涯末期回归黄马 才是其最应有和最佳的选择 如果不是在黄马的欧贯三连贯 显然就不会有如今C罗的伟大荣誉 说C罗是黄马史上最伟大 第传奇也不过位 因此说 C罗最后时期能回黄马 是再好不过的了 同时 回归黄马 对于C罗而言也最适合 因为 现在的黄马 完全是在西甲一起绝尘 在巴萨的没落之下 黄马联赛夺冠更为容易 这才符合C罗的争冠要求 其次 C罗当年在黄马时的主力骨架上仍在 无论是典礼中场 还是最能为C罗牺牲的 魏丙霞背锅霞 本泽马 如今仍都在 再加上年轻小将维尼修斯的崛起 以及可能有姆巴佩来加盟 都令黄马更可能再夺欧冠 C罗在职业生涯最后时期 仍回到极为熟悉的黄马 才有可能再多一次金球奖 而世界足坛的豪门中 最有可能在C罗职业生涯末期 接手他的球队 也就算 黄马最有可能 最为靠谱了 无论是相互的适应上 还是情怀的互动与互暖上 都令C罗团队感觉回归黄马 才是上策 所以这才有了门德斯这一出 明修正道暗渡陈仓之炒作 但最终还是要看黄马 是否像曼联那样 能于最后时刻接招和接手了 原创评论 余说还羞 明修正道暗渠仓之炒作 明修正道暗渠仓之炒作 明修正道暗渠仓之炒作